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今天我们一块来看一个佳能的5D4 这台机器的橙色可以说是战斗橙色了 这台机器的问题是每一个苦命的5D4都会出现的 开机以后机器出现了ERR20爆错 然后我们把电池重新安装一下 我们再来开机 开机我们按快换按钮就会出现ERR20爆错 5D4的这个问题比有多 一般都是高强度的工作以后出现了这个问题 经常有摄影师的朋友问我 5D4ERR20到底是哪坏了 今天以这台战斗橙色的5D4为例 我们来看一下它都哪坏了 5D4的拆解视频很多 我们直接看故障点 如果你的5D4正常使用拍的还比较多 出现ERR20爆错 那就是这两个东西坏了 一个是反光板的控制马达 一个是快门组 我们先来测试马达 马达夹电没有带动反光板运动 而是短路了 所以这个马达肯定是坏的 我们首先拆下马达 然后观察 马达下面的定位电刷有一点脏 我们要给它清理一下 再把全新的马达装好 我们再来测试一下 反光板运行正常 这种用的比较狠的机器 我们在维修的时候 一定要做好全面的检查 免得出现反修的情况 那下面我们来检查一下快门组 快门组最容易出现故障的地方 就是快门连 或者是快门的定位电刷 这个快门连我们能看到非常好 那我们就拆开快门的侧面 检查一下定位电刷 这个电刷磨得已经发黑了 放大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电刷有点磨损 但是不严重 电刷还没有到必须更换的状态 所以我们只需要把铁屑清理干净 凸轮的位置 轻微磨损 应该是还可以用 所以这个位置不需要更换 我们只把它清理一下就可以 清理的时候注意 电刷不要碰面形 铁屑一定要清理干净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小主体 反光板下面 对焦4C的旁边全都是脏东西 这个位置吧 你不拆开还确实不好清理 那既然都拆到这样了 我们一定要给它清理一下 来看一下清理完的效果 是不是舒服很多 剩下的问题 就是要把机器全部原样装回 然后我们再来测试一下 基本状态以后 我们先来测试 高速连拍正常 没有出现爆错的情况 然后我们再来切换一下模式 试一下静音拍摄 也正常 没有问题 高速连拍也没有问题 还要测试一下 实时取景的情况下 拍照是不是正常 这三种情况只要有一种 还是爆错 那这个马达就是不好用 全部装好 我们装好镜头来测试一下 对焦 拍照 全部正常 那说明这个机器就修好了 最后赠送一套大宝剑 和模式盘贴片 这台机器就可以继续回去战斗了 好 好 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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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